台北市的陳柏文宣價格不報180多萬 設備是租的比買的還要貴 甚至是A4的防疫計劃就要2萬元 會不會覺得這太不合理 而且違背你的財政紀律觀念 昨天那個議員有批評 不過是這樣我也知道問題在哪裡 因為這個叫統包案 所以說我們要買一個服務 預計價格多少 當然是要報帳 但後來執行 其實我也知道這種比較緊急的事件 後來執行的實際內容會跟原來的不一樣 所以他通常是用一個計畫來申請這個錢 不過這樣啦 既然議員有批評你知道 我們到時候還是會實際檢查 他實際執行的面 再看那個價錢合理不合理 我的態度是這樣 議員有 這就表示什麼 在寫計畫書的時候 我也要確保那個錢夠 或是說簡單起見 常常會有這種不報的現象 不過這樣啦 我自己會再檢查一遍